面对美国和韩国的这一系列的军事施压动作 朝鲜来讲 就采取玩命的形式 模拟实施核打击 9月2号 朝鲜在朝鲜半岛西部海域发射了多枚巡航导弹 成功完成核打击任务 这次导弹发射覆盖了整个韩国 并且飞行的距离比平壤到东京的距离还要远 朝鲜这个举动是在警告日本和韩国 不要再跟着美国威胁朝鲜 否则朝鲜跟你玩命 一旦真的爆发了战争 朝鲜会不会直接对首尔进行打击 这当然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他的决策将会受到各种各样的具体情况的影响 如果美国不介入 那朝鲜十有八九不会采取这种极端的手段 如果美国介入 要把朝鲜领导层一锅端 要把朝鲜灭国 那就像普京所讲的那样 如果这个世界俄罗斯不存在了 这个世界还有什么存在的价值和必要呢 我想这句话也是金正恩想说的 你要把朝鲜弄死 把朝鲜整个灭掉 还要你朝鲜办的 还要你韩国干什么 所以他一定会采取极端行动 那么这个东西 恐怕美国人看得很清楚 在这种同归于尽的决心上 朝鲜绝对比俄罗斯要干脆利索 那美韩之间的军事联系不断的加强 包括联合军演的不断的进行 这种加强呢 已经被朝鲜视为是对它安全的一种严重的威胁 是进一步恶化半岛局势的推手 就是美韩之间这一波又一波的联合演习 让朝鲜感到严重的安全威胁 所以他要想办法 美国着急的就是怕朝鲜和俄罗斯最后抱团起暖 因为朝鲜始终面临着一个恶劣的生存环境 朝鲜持续的进行核导弹项目的开发 所以他在韩国回击美国的时候 他是有底气的 一方面朝鲜近期成功的试射了火星炮18 洲际弹道导弹 随着核武器系统即将装备朝方战略武装力量 朝鲜对美国的威胁力将进一步增强 这个地方大家可能想个没有 为什么美国非要在韩国部署萨德这一套预警雷达 当然是防中国 另外还防朝鲜 朝鲜长期处于这样一种高压 这种不安全的环境之中 自然他要想办法 所以他不断的研发核武器 研发洲际弹道导弹 原因就在这 他一定要能够对你美国本土构成实打实的威胁 他才能感到心安 否则的话说不定明天早上就被美国收拾了 美韩针对北朝鲜的这些措施 是轴部轴部的符合朝鲜核武器的使用条件 我们也注意到他把他的航号导弹的发射方向 现在定为黄海区域也有了 那定的黄海区域显然他不会是针对中国的 进一步证明朝鲜 他发展弹道导弹实战化的考虑 是越来越突出 金正恩为什么在此时此刻 在这个时候去访问俄罗斯 就因为美国 韩国 日本三方勾结 越来越紧密 给朝鲜带来越来越严重的安全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 韩国金正恩他要找靠山 要找更稳妥的 更妥当的 知人的朋友 而恰好跟俄罗斯的想法一拍即合 俄罗斯现在被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孤立 打压 很难受 海牙法庭的庭长给他来了一个代步令 弄得普京总统还不好出去 金砖国家峰会 在南非约翰内斯堡 普京总统不太好气 在印度的G20峰会 普京也没办法气 但是我们注意到 普京下个月就到中国来 同时他也答应了这一次金正恩的邀请 邀请他访朝 这充分说明了普京总统对中国 对朝鲜的信任 那么这些情况说明朝鲜需要找到 更强大的实力进行支持 孤独的俄罗斯 这个时候也想有一个朋友 多一个朋友更好 所以双方这种互相 向对方的怀抱奔去的这个愿望 是比较强烈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